美国现在整天这个很着急 甚至他把我们定格为叫步步紧逼的敌手 那为什么美国这么来定格我们中国呢 我觉得呢 第一个美国害上了一种病 叫东尼亚哈丁综合症 东尼亚哈丁是美国的全国的花样滑冰冠军 然后呢 他老觉得有一个竞争对手叫Nancy Carrigan 会打败他 然后呢 夺得美国的全美花样锦标 锦标赛的冠军啊 所以他就伙同他的老公和几个伙伴 拿锦棍去砸了Nancy Carrigan的膝盖骨 然后呢 逼着他放弃比赛 所以这个东尼亚哈丁又获得了 全美花样滑冰锦标赛的冠军 东窗事发 他就被终身竞赛 美国人看着中国什么都看不惯 然后呢 他觉得中国发展快 他不是说 那我们能不能讨论合作 能不能讨论共同发展 他现在就像东尼亚哈丁一样 我有没有一个招式 一个绊子 把你的膝盖骨给砸了 然后就把你给打压下去了 就把你给打压下去了 就把你给打压下去了 就把你给打压下去了